大家好,我是小新,注意看,一位女子大美生气的将手里的文件扔在一边,然后打了个电话,说道,喂,秘书,你过来一趟,过了会一位小伙小刘看我走了进来,说道,董事长,怎么了?大美说道,分公司那边什么情况,怎么一直在换保洁?小刘说道,听说那边保洁经常被侮辱,大美生气的说道,还有这种事,刘秘书,去把我那套保洁的衣服拿来。 小刘说道,好的,转身出去了,大美心想,我倒要看看分公司那边都什么风气,过了会小刘回来了,说道,董事长,你要的衣服,大美将衣服结果穿上,说道,你去安排一下,我一会去一趟分公司看看,哦,对了,一定要保密。 小刘说道,好的,董事长,然后女子就出去了,画面一转,穿着保洁服的大美,来到分公司,走到一位女子小花面前说道,你好领导,我是来报到的。 小花看了大美一眼说道,行了行了,离回远点,没看见我们游戏呢吗?大美说道,我是总公司新派来的宝洁。 小花说道,原来是个臭宝洁啊,赶紧滚去干活去,大美没说话去干活了,大美正在打倒卫生,一位男子小李正在磕瓜子,大美走进了办公室,看着满地的瓜子。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?让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你好,公司规定不允许水边弄垃圾。 规定,便在这影响我心情,赶紧滚。 这是我的职者,请你说话,放尊重点。 碰到你的小宝贱,在这跟我要我合理,凭你的身份,值得被尊重吗? 这位先生,你不要提示任何一个岗位,每个岗位都需要被尊重。 哼,好,我今天就做给你看。 这把知道什么叫尊重了吧?赶紧滚。 记住你今年所做的一切,我会让你加倍偿还。 哎呀,这年头可真了不得,一个小小的保洁都敢威胁人了。 我告诉你,这家公司的经理,是我哥,在这里,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 那好,咱们走着瞧。 还敢打电话,就算打到天王老子的,也没有用。 喂,人事部主任吗?什么?不在? 不在啊,巧了,我前面让他给周伟发打电话,他也不在。 有本事,你再让我打个电话,你就不会这么嚣张了。 你可别说,凭你的身份,还给人事部打电话,你也不怕风大撒着舌头。 工作期间,只是部主任不占岗位。 回来我就叫你们这位人,通通下马。 我就发现,你个小小宝洁,怎么这么能吹? 不要狗眼看银底,叫你们这堆银,迟早收拾你们。 哎呀,这不我倒点了? 这不是嘛,我在办公室吃忙吃,还让你的小宝洁给我扣了。 最可笑的是,他还让我想。 你这个臭宝洁,是扫地扫傻了吧?赶紧给我道个道歉。 我在旅行我的职责,我凭什么道歉? 你哪来这么多废话? 你这个臭宝洁,真不知道天高地厚,赶紧给我道个道歉。 我再说一遍,我在旅行我的职责,我凭什么道歉? 你知道我道哥的大哥是谁吗?是这家分工室的老大,得罪了他,你能承打得起吗? 你们这是蛇属义务,我不管你们是谁,我都会让你们冲通滚难。 淹死惠水,打死教育,我就再让你打电话,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滚难。 喂,刘秘书,我先离五分钟之内,马上来分工室一趟。 老板,你说什么,我听不见。 喂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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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也没有声啊,你说你装什么? 没想到,分工室的一个小小职员这么豪横。 好,我会让你和你的大哥统统下岗,你个臭宝贤,你以为你是董事长吗?还要开除我们? 对,我就是侯与公似的董事长。 你是董事长,你要是董事长的话,我就董事长和爷爷。 你人还有三分脾气,你打我骂我都行,但让我的家人就不行。 你可打我,今天我就让你滚蛋。 哼,让我滚蛋? 我想,在封公室只有经理有这个权利吧。 开除你,还真不用我给我哥打电话。 妈妈,给人事部打电话,开除他。 什么?开除不了? 一会儿,你就要滚蛋了。 他会儿开除了? 什么?妹哥他提我吗? 怎么了?你不是要开除我吗? 好,我现在就给我哥打电话,让他开除你。 行,我今天就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开除我的。 喂哥,我要公司宝,结果打了。 什么?谁敢亲我的? 我家办公室了,你赶紧过来给我出气吧。 行,你都当着吧。 好。 你等着吧,等我哥来了,立马让你滚蛋。 谁滚蛋,还不一定呢。 一会儿我们总经理来了,你可别害怕。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 我来公司这么久,第一次遇到你什么仓皇的宝贱。 我狂,有我狂的知本。 我倒要看看,你有什么知本。 哥,就是他,赶紧把他开除。 董事长。 哥,他,他是董事长。 我倒要看看,你是怎么开除我的。 不敢扑的,董事长。 你看我站住。 你忘了刚才是怎么羞乎我的吗? 董事长,对不起,是我有眼无辱。 把电话给我。 以后公司所有的位置上,都由你负责。 董事长,你消消气,看着我的面子看,你保护你吃吧。 给你面子,你还是好好学习你自己吧。 公司给你的一切,现在马上收回。 你从机场做起。 不是啊,我们知道货了,原来我们是货了。 给你一切机会,我看,不必了。 记住了,以后不要走眼看眼底。 你们今天的票场,都是为你们之前的所作所为,买的大。 你还能带她几个比方? 可以带她几个比方? 有点好处。 小没 不能做嘛。 你还能带她几个比方? 你还能带她几个比方? 你快点几个比方我 Produkt。 不可能带她几个比方。